最近这些天 徐丽一直寻找一个人 此人叫王谭英 他俩一起扶兵役 算是老战友了 后来各自做起了生意 徐丽是搞建筑 王谭英搞文化 他们在生意上并没有任何交集 去年 王谭英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跟徐丽借了五百万 他当时说一年之内归还 但是写欠句的时候 徐丽给了他一年零三个月的 友情期限 然而一年过去之后 徐丽就联系不上王谭英了 他从另一个战友那里打听到 王谭英的公司已经倒闭了 就这样 那五百万变成了 断了线的风筝 徐丽给王谭英打电话 关机 给他发微信 已经不是对方好友了 给他发邮件 一封封 尸沉大海 徐丽很愤怒 很伤心 在部队的时候 两个人从新兵连就睡一张通谱 后来 徐丽被分配到了北京的机关 而王谭英被分配到草原上的基层 徐丽就跟领导申请 最后也去了草原 两个人并肩战斗了整整四年 退伍的时候 徐丽回了山东 王谭英回了山西 他们分手的时候 王谭英弹着吉他 两个人一起唱 宋战友 塔征城 最后都哭成了泪人 之后他们分别从老家 一起来到了北京 再次相聚在同一个城市 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 可是现在 徐丽变成了王谭英的温神 将近三个月了 王谭英始终 藏得不露一根头发 想不到 有一天徐丽突然撞到他 地点是一家商场 当时王谭英戴着一顶 黑色的棒球帽 压得低低的 显得脸很白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休闲服 正从一家手表店走出来 眼睛总会引起眼睛的注意 王谭英也看到了徐丽 他先是愣了愣 并没有躲开 而是主动朝徐丽走了过来 徐丽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想听听 王谭英会说些什么 王谭英来到徐丽跟前 笑着跟他打招呼 你怎么一个人逛商场了 徐丽也干巴巴地笑了 配个眼镜 王谭英点了点头 然后问 最近忙什么呢 徐丽说 还是老样子 带着一群人 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你呢 我差不多退休了 听听小说 下下棋 我刚刚搞到一包好茶 哪天我来尝尝 好啊 但是我都不知道你现在住哪 王谭英说 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 徐丽说 你还有我联系方式吗 王谭英说 这叫什么话 你BPC号码都在我本子上记着呢 走了 徐丽真的想不通 在部队的时候 王谭英喜欢弹琴 练书法 玩三节棍 腼腆而向上 他怎么突然变得 这么不要脸了呢 王谭英真的就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 徐丽的心里 默的 冒出了杀气 现在距离欠据上的 还款日期 还有一周 尽管他知道这条受惊的蛇 钻进草丛 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却不能把对方怎么样 就算已经预期了 那也属于经济纠纷 他只能去法院起诉 如果限制对方的自由 那警方就要介入 不是抓他 而是抓你 他突然叫了一声 老王 王谭英回过头 看了看他 好像在问 你还有什么事吗 徐丽想了想 只说了一句 保重身体 王谭英 用拳头捶了捶胸部 意思是 我很棒 没问题 然后就快步地 走出了商场 回到公司之后 徐丽给律师 打了个电话 准备走法律途径了 离还款日期 还有三天的时候 徐丽开始打探 王谭英的行踪 这些日子 法院会传唤他 他肯定不会到场 但就算缺险了判决 把他拉入老赖黑名单 他这么一直藏着 徐丽也拿不回那笔钱 他必须知道 王谭英在哪 然后告知法院 法院两次传还无过 就可以对他进行 拘传 徐丽给当年 他和王谭英的老班长 打了个电话 结果老班长 对王谭英的近况 一无所知 徐丽又联系了一个 跟王谭英有过合作的人 那个人声称 王谭英的公司倒闭之后 两个人就断了联系 最后 徐丽找到了 王谭英过去的助理 这个助理听徐丽讲了 他和王谭英的事 很愤慨 他对徐丽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有一个同事住在H公寓 有一天偶然碰到过王谭英 但是并不知道王谭英 具体门牌号 这是一个阴天 黄昏的时候 徐丽开着车来到了H公寓 H公寓的地下车库是对外收费的 他把车停进来 然后就藏在了车里 陆续的有车开进来 又陆续的有车开出去 徐丽戴着墨镜坐在后座上 窥视着每一个从车上下来的人 他的车也带着墨镜 那是很黑的车膜 整个世界都带着墨镜 那是天上的乌云 徐丽知道 王谭英把过去的那辆车给卖了 他不知道王谭英现在开什么车 车牌是多少 他只能盯人 通过观察来来去去的人 他有个无聊的发现 女司机居多 还有一辆车上竟然跳下一个 看上去十三四岁的少年 这让徐丽很吃惊 那是一辆豪车 少年麻利的一仰手把车锁了 然后就走进了电梯 晚上十点半之后 车子明显少了下来 徐丽一直没发现王谭英的身影 其实啊 所有车子都贴了膜 只是深浅不一二一 就是说每辆车都戴着墨镜 徐丽不确定 有没有人也藏在车里 观察他 零点过后 再也没有车子开进来 徐丽认为 王谭英在凌晨归来的可能性最大 他平时就喜欢去KTV之类的场所 不可能太早回家 另外 他肯定欠了一屁股债 只有凌晨回家 才不会被寨主堵住 车库隔绝了地面上的噪音 十分安静 棚顶上的灯 似乎也困了 光线越来越暗 有一只流浪猫 引起了学历的主意 它去了一个角落 狼吞虎咽地吃着什么东西 那应该是业主给他送的 毛粮和水 吃饱之后 这只猫 拱着腰走过来 无声地跳上了旁边 一辆车子的基盖 圈其身子 一动不动了 猫那么警觉的 却没有发现徐丽的存在 徐丽慢慢举起手机 看了看 已经凌晨了 车库入口始终死寂无声 徐丽终摇不住了 上下眼皮开始打架 突然 他一下就瞪大了眼睛 前面有一辆黑色轿车 跟徐丽隔着一排车位 徐丽已经记不清 他是什么时候停在那里的了 这辆车的车门 被轻轻推开了 徐丽顿时感觉呼吸紧粗起来 接着那辆车上 慢慢慢慢的走下了一个人 徐丽第一个念头就是 此人是个司机 他老板可能住在这个公寓 司机一直在车里睡觉 他的老板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下来 现在他醒了 下来活动活动 腿脚 徐丽可以肯定 这辆车最晚也是下班高峰时段 开进来 停在那儿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在车上 静静地待了六个钟头以上 这个人慢慢地转过身来 把脸朝向了徐丽的车窗 他也戴着一副墨镜 虽然徐丽看不清他的眼神 但是徐丽知道 他正看向自己的这辆车 徐丽僵着脖子 一动不敢动 这个人一步步地朝他移动过来 他的脚步 让旁边那辆车子上的流浪猫 感到了不安全 他无声地跳下去 跑掉了 随着这个人越来越近 徐丽已经确定 他就是王谭英 不过是换了一身装扮而已 车门锁着 王谭英进不来 徐丽想把身体慢慢缩下去 却担心只要他一动 车子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所以他就没动 王谭英在前排 两辆车之间停住了 他和徐丽就这么隔着 三层墨镜在对视着 时间都硬成驮了 一直过了七八分钟 王谭英好像突然正常了 他转过身 快步走到他刚刚下来的那辆车前 钻进去发动着 开走了 他走了 徐丽知道 他今天晚上不可能回来了 为了防止他在外面等候自己 徐丽等了大概半个钟头 然后也把车子发动着 开除车库 回家了 今天他还是有收获的 至少确定了 王谭英目前就住在H公寓 徐丽换了一辆车 又来到H公寓 继续蹲守王谭英 这一天比较顺利 晚上大概十一点钟左右 他再次发现了王谭英的身影 王谭英从外面回来 把车停好 夹着一个皮包 急匆匆地走进了四单元的楼梯 徐丽立即下车跑过去 这时候 王谭英已经乘电梯上去了 徐丽死死盯住了 电梯召唤盒上的电子屏 他停在了十八楼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地降下来 嗯 这个老战友住在十八楼 徐丽等了十多分钟 然后也乘电梯 来到了十八楼 他戴着墨镜 在楼道里四下看了看 这一层有六个住户 他不确定 王谭英住在哪个房间 最后他轻手轻脚地 来到了步行楼梯间 并把两扇门轻轻合上了 这个楼层不可能有人爬上来 或者爬下去 其实是最好的藏身之所 他在步行梯上坐下来 开始了无声息地等待 当兵的时候 徐丽的忍耐力并不强 有一次十公里拉链 他还哭过鼻子 那次 王谭英把他的行军包拽下来 背在自己身上 结果被连长发现之后 把两个人都臭骂了一顿 但是自从经商之后 徐丽就渐渐地变成了 古树皮 操二刃 最初搞建筑的时候 有一次 他坐绿皮火车出差 三天两夜 只吃了一个苹果 今天 他要在这个楼梯间 收到天亮 他一定要确定 王谭英住在哪个房子里 听 某户人家传来了 小孩的哭声 听起来不超过白天 这户人家 好像还在放着音乐 能听见闷闷的节奏 某户人家在洗澡 传来花花的水声 某户人家有个女人在笑 听上去很浪 午夜过后 整个楼里渐渐地安静下来 电梯停在了一层 似乎也收工了 突然 十八层 有人出来了 虽然这个人的动作很轻 但是楼里太安静了 房门还是很响的 从声音判断 这个房门应该是 18020 徐里赶紧站起身 轻手轻脚地 朝下走了半层 这个人果然 推开了楼梯间的门 也走进来了 三更半夜 这个人要干什么 徐里多在楼梯 拐角处使劲地听着 这个人在楼梯间的门口 站了一会儿 似乎也在听他 两个人对峙了 大概有三分钟 这个人 慢慢朝下走来 徐里极度紧张 赶紧继续朝下走 这时候他的脚步声 已经把他给暴露了 他没办法再隐藏了 索性加快了脚步 上面这个人 也加快了脚步 此时徐里已经十分肯定 这个人就是王坦英 不然他不会追下来 看来他回到家里之后 一直站在猫眼前 监视着楼道 他看到了徐里的出现 徐里在步行梯上 跑起来 上面这个人也跑起来 深夜的步行梯 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 听上去很杂的 似乎有很多人在跑 他们的脚步 由冲刺渐渐变成了小跑 又变成了跌跌撞撞的步行 两个人从始至终都不说话 在徐里的眼中 步行梯好像越来越窄色 越来越狭长了 绝望之际 感觉他永无尽头 不知道那是第几层了 灯还坏了 一片漆黑 徐里还把脚扭了一下 他这辈子第一次从十八楼跑下来 跨出楼门的时候已经快晕厥了 他慌乱地私下看了看 一时也没变清方向 七拐八绕 最后来到一片很深的草木中 藏了起来 没看到王潭英追过来 徐里怀疑他藏在另一片草木中 所以一动不敢动 半个多钟头之后 有个保安走过来 徐里吓得赶紧趴下来 要是他被这个保安揪出来 那可就解释不清了 好在这个保安并没有发现他 他从徐里旁边走了过去 能听见他腰间的对讲机在响 自拉自拉的 保安走远之后 徐里终于站起来 快步来到大街上 打了一辆车回家了 在徐里正式起诉王潭英的前一天 晚上零点左右 他再次打车来到了H公寓 这次他没有去车库 而是直接乘点梯来到四单元十八层 他深吸了一口气 站在了1802室的门口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无比阴冷 如果前面有个镜子 估计他都认不出自己 他的肩膀上背着一个帆布包 看上去沉甸甸的 他的一只手始终插在里面 里面是一只枪 没错 他不是来谈判的 而是来杀人的 一个债权人 为什么要杀掉债务人呢 其实徐里跟所有人都撒谎了 他才是债务人 他欠王潭英五百万 前面讲述的这一切情节颠倒过来 才是真相 王潭英借给徐里五百万 临近还款日期徐里失联了 实际上他本来是有能力归还这笔钱的 但是他有一个发小 那个人开厂子 资金链断了 他从徐里这里借走了五百万 一直没有归还 徐里走投无路 只能选择消失 王潭英一直在寻找徐里 有一次两个人在商场遇见了 徐里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 但是绝口不谈还钱的事 徐里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还款日期了 王潭英肯定是要去法院告他 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找到王潭英的住所 要把王潭英给做掉 最早王潭英发现不对头 其实是他家门口的那个监控设备 我们暂且称他 这一号摄像头好了 这时候他还没有住进H公寓 而是住在一个独栋的房子里 王潭英的老婆老家是农村的 他当兵的时候就娶了他 这些年以来 王潭英一直没有甩掉他 也算是一个好男人吧 老婆什么都不操心 王潭英赚干的 他就吃干的 王潭英赚西的 他就喝西的 倒是好养活 那些天 他跟闺蜜出去旅游了 15岁的女儿住校 王潭英带了个女人回来 这个女人40岁左右 是个金主 王潭英很希望巴结他 老实说 他挺难看的 最要命的是 他还觉得自己很漂亮 于是 王潭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必须硬着头皮说 别怪我俗 你最大的魅力 还是来自于你的脸蛋 而不是你的成功 王潭英把他带回家之后 亲自做了几盘很高冷的菜 还高高低低地点了很多蜡烛 然后他打开红酒 蒸了两倍 跟女人边饮边聊 凭空造出了几分生硬的浪漫 女人很放浪 喝着喝着 他就坐在了王潭英的身上 一只手端着酒杯 一只手 缓住了王潭英的脖子 他很重 王潭英被压得很痛 但是在这样的时刻 他又不好说 宝贝 我的膝盖有风湿性关节炎 不能压 而且我的颈椎也不好 搂不得 他刺压咧嘴地说 你先起来一下 我去把窗帘拉上 女人还矫情 不要 我就想让星星看到我们在一起 王潭英坚持了一会儿 又说 对了 我们缺点音乐 女人这才从王潭英的大腿上下去了 王潭英站了几下才站起来 他大开音箱 播放了一首星星点灯 这首歌属于他们的青葱时代 两个人一边跟着节奏打着拍子 一边满眼感动地望着对方 这一刻 基本就到了燃点了 王潭英从女人的瞳孔里 看到了他背后的落地窗 忽然他有些不踏实 还是想把窗帘拉上 他站起来 走到窗前 无意地朝外看了一眼 外面一片漆黑 没看到有星星 却有一个红色的发光雾 悠悠地闪着 那正是 这一号摄像头 红外的 好像正在朝屋里窥视 王潭英胡思乱想起来 现在值班的保安 会不会正在观看这个画面 他会不会认出这个女人 不是自己老婆 他会不会一边看一边 在下面忙活着什么 他哗啦一下 把窗帘拉上了 接着 他回到餐桌前 女人再次坐在他的身上 不过这次 两人都没有穿衣服 实际上 他们身下那把椅子 也有关节炎和颈椎病 他 哼哼哑哑地叫起来 第二天 将近中午的时候 两个人起了床 女人简单打扮了一下 要走了 王潭英把他送出小区 替他叫了个车 女人离开之前对他说 昨天晚上啊 我做梦了 梦见你家窗外 围了很多星星 都在看我们 王潭英朝他笑了笑 出租车离开 他回到家门口 突然停了下来 慢慢转过身 又看了看那个 这号摄像头 这个小区很多角落 都安装了摄像头 几乎没有死角 而这号摄像头 正对着他家的门窗 这些设施都是公共的 王潭英天天上下班 从来没太在意过他们 今天他却做贼心虚 忽然有了疑心 他在永道上转了转 发现了一个问题 其他的摄像头 都是白色的枪迹 他们是固定的 只盯着一块区域 唯独这号摄像头 是白色的球迹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子 会跟随着物体的移动 而转动 接下来 王潭英特意地用步子量了量 他发现其他摄像头之间的距离 分别是 93步 95步 101步 87步 而这号摄像头 跟相邻两个摄像头的距离 却分别是50步和59步 他马上就去了物业公司 过去他曾经帮过物业公司 经理一个小忙 关系不错 他对经理说 我能看看我家门口 那个摄像头的角度和清晰度吗 经理表示没问题 接着他就带着王潭英去了监控室 值班的保安调出了所有的监控画面 一号 二号 三号 王潭英并没有看到这号摄像头的画面 只有27号摄像头显示了 他家门前的横向涌道 28号摄像头显示了他家旁边的纵向涌道 直到这个时候 王潭英才意识到 有人在他家门口私自安装了这个摄像头 他呆愣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就如同 你天天从一排雕塑面前经过 可是有一天呢 其中一寸雕塑突然憋不住了 打了个喷嚏 你这才知道 哦 里面藏着一个大活人 毫无疑问 这号摄像头背后有个人 日夜监控着他和他的家人 包括他在家里吃饭 他站在门口打电话 老婆给他洗脚 女儿做作业 还有 他昨天带着一个外面的女人 回家了 他对经理说 有人在我家门口撞了个摄像头 经理有些惊讶 马上跟着他来到他家门口 围着这号摄像头 看了好半天 再次返回监控室 亲自操作 重新查看了各个监控画面 还是不能确定 这个摄像头 在不在小区的安保系统中 接着 他又找来保安队长 当年这个小区的摄像头 是专业人员安装的 保安队长也记不清 他们的具体位置了 他又找到了采购清单 核对了机型和数量 这才确定 就是多了一个摄像头 王滩英报了警 警方通过追查 发现这个摄像头 一直在使用小区的WiFi运行 而他连接的是一部 非实名制手机 虽然 这号摄像头被拆除了 但是一直没有查到幕后黑手 王滩英很紧张 幸亏他家还有一套房子 在高层 只是面积小了点 老婆旅游回来之后 他带着老婆搬到了那套房子里 其实啊 王滩英知道谁在监控他家 几个月以来 王滩英一直在躲避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不是徐丽 这个人的绰号叫储大刀 王滩英欠储大刀五百万 一年多了 眼看就到归还日期了 但是他根本无力偿还 这个摄像头肯定是储大刀派人安装的 他是怕王滩英跑了 就是说 王滩英 他也是债务人 王滩英和储大刀算是生意伙伴 储大刀最早在山东做刀具起架的 但是这跟他的名字没关系 他生产的都是车床类刀具 有意思他喝醉了 拎着一把大砍刀满街追赶一个流浪汉 由此而得名 他的生意做大之后 突然想进入影视领域 其实他是想进入影视领域的女演员 于是他就找到王滩英 正巧王滩英在做一部网剧 就把他带上了 结果那部剧还真转了 王滩英知道储大刀是个什么人 早就听说他有色黑背景 王滩英很清楚 如果还不上他的钱 他绝不会放过自己 搬到了另一套房子 王滩英的心 还是悬着 这天回家 刚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一个白色金属屋 那是个监控 跟拆掉的这号摄像头 是同一信号的 它并没有连接任何线路 就像是一颗被切断的人头 高高地悬挂在他家门口的外墙上 王滩英知道 这个摄像头只是个象征 那是在警告他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 王滩英仰着头 静静地看着这个摄像头 忽然他露出了一次笑意 嘀咕了一句 正挺好 就是在这一刻 他起了杀心 事到如今 他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接着 正赶上女儿放暑假 他把老婆和女儿都送回老家 然后开始反过来 打探楚大刀的行踪了 很快他就有了线索 楚大刀 住在H公寓 接着 他动用了一些手段 废了一些周章 最后 竟然把楚大刀 对面的1801室 给租了下来 从此 他就住到了 楚大刀的眼皮子底下 他买了一把 酒吧里的那种高脚椅 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坐在猫眼前 观察楚大刀的一举一动 通过多日的窥视 他渐渐地确定 楚大刀并非是固定住在这里的 他只是隔三差五地过来一趟 也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就是说 H公寓是楚大刀的客厂 也是王谭英的客厂 那么王谭英打算怎么干掉楚大刀呢 王谭英很了解 楚大刀这个人是酒 经常是喝得酩酊大醉 王谭英早就准备了高浓度的酒精和注射器 他是这么计划的 他将会 守株待土 等哪天 楚大刀喝多了 深夜归来 然后呢 他会假装帮忙 再趁机溜进他的房子 把门一锁 然后把酒精注射到楚大刀的静脉 这样 不管怎么化验 楚大刀他就是醉酒而亡 这天半夜 王谭英终于等来了机会 楚大刀又出现了 他明显喝了酒 他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门前 一下下地按着密码 可是怎么都按不对 王谭英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他盯着楚大刀的背影 迅速做着判断 今天他喝了多少 认知程度怎么样 如果王谭英突兀地出现 他能不能认出王谭英是谁 他会不会同意王谭英 搀扶着他走进房子 注射酒精会造成剧痛 他会不会警觉反抗 既不可视 他要行动了 这一天晚上零点左右 徐丽再次来到H公寓 他站在1802号门口 把手伸进帆布包 深深地歇了口气 然后开始敲门 只要王谭英打开这道门 他不会废话 他会直接逃墙 把对方射杀 他敲了有四五分钟 才有人走过来 这个人似乎从猫眼 朝外看了看 然后才把门打开了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竟然是除大刀 他的身上有酒气 徐丽 愣住了 除大刀却对他笑了笑 徐丽 你终于来了 除大刀 就是徐丽的那个发小 他刚刚被一家钢铁厂给坑了 那个厂长挟着他购买原材料的款 跑路了 鬼知道他跑到新加坡 还是颇加薪去了 反正不见了踪影 除大刀的刀具厂还要继续运转 没办法 他只能找到徐丽 从徐丽那儿借走了五百万 最近徐丽多次跟除大刀讨要欠款 除大刀只能给王谭英打电话 王谭英欠他五百万 但是还没到还款期限 王谭英让他再等等 他担心王谭英也跟那个厂长一样跑路 就派人在他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 那是监控他 也是警告他 果然 王谭英发现了这个摄像头 他带着老婆离开了那栋房子 除大刀知道 很难还上徐丽的债务了 他只能躲着徐丽 最后他在H公寓 租了一套房子 有一天他开车来到H公寓 在车库里发现了徐丽那辆车 很明显 徐丽在跟踪他 他藏在车上没下来 徐丽也不下来 两个人就整整地在车上耗了六个钟头 最后 楚大刀开着车离开了H公寓 不过从此 楚大刀就更加的草木结冰了 第二天晚上 他听见楼道里的电梯响了 立即快步走到门口 从猫眼看出去 果然看到徐丽出现了 他戴着一副怪兮兮的墨镜 在楼道里鬼头鬼脑地四下看看 最后很诡异地走进了楼梯间 并且把那两扇门合上了 这是十八楼啊 没有人会从步行梯走下去的 楚大刀怀疑徐丽会一直在楼梯间蹲守他 他的心里变得胶着不安起来 午夜过后 他打算出去探个究竟 他推开楼梯间的门 听了好半天 没有任何动静 他慢慢地朝下走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这个人朝楼下跑去了 他立刻追下去 追赶徐丽的时候 他的心里有些难过 他想起了小时候 他跟徐丽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孩 玩捉迷藏 有一次他明明看见徐丽 藏在一个废弃仓库的油罐后面 他冲过去大声说 徐丽 我找着你了 快出来吧 没想到徐丽耍赖 他并不吭声 楚大刀 那时候他的绰号还不叫楚大刀 而是叫楚钱罐 徐丽给他取的 听见徐丽的脚步声 这小子又朝着第二个油罐跑过去 楚大刀说 徐丽你给我站住 要不我不玩了 他追到第二个油罐前 听见徐丽又登登登的 朝着第三个油罐跑过去 楚大刀不追了 生气的说 你耍赖皮 那场追逐 跟现在这场追逐 多像啊 只是 现在 楚大刀也不说话了 人生气的说话了 你 你们 这两个油罐 要不吭採 晋课 这 我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